尖叫聲就是好久不見的女神桂倫美 以台北女子圖鑑入圍的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將一位從南部往台北發展的年輕女子 從青澀到成熟 橫跨20年的情感變化和角色曲線 詮釋得自然動人 是稱其整部劇的靈魂人物 睽違14年重返台劇拍攝 就首度入圍金鐘獎 快瘋了 快瘋了 睽違14年 不演不得了 這個字的一演就變成了一個金鐘事後的準影后了 心情如何呢 非常感謝 感謝 林依珊這個角色其實很難演耶 她的程度好大 真的很大 因為林依珊這個角色要橫跨20年 那妳是如何演出不同時期的林依珊 是不是有什麼關鍵的要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 我覺得林依珊要從20歲一直演到40歲 而且她中間是要經歷30幾 是 所以其實中間細微的表演是自己花了滿多時間去準備的 是 真的 因為妳從不管是聲音啊 語氣啊 妳從肢體啊 每一個階段真的都很細膩 對 很細微的表演 就是妳不會覺得她很故意 就是妳就是跟著林依珊一起成長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妳在戲裡面換了9個男朋友 對啊 有沒有妳自己私心比較喜歡的類型 或者是 身旁的蔡湘憲有沒有條件可以演演的男朋友 嗨 小美 我轉一圈 對 努力 努力找一些優點有沒有 會 那男演員妳的那個表現跟互動也都是不一樣 所以難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也非常恭喜妳 祝福妳今晚可以奪金喔 謝謝 裡面請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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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手邊上面 好 謝謝 謝謝 加油 非常感謝 我覺得對我而言入圍就是肯定 然后好像是第一次参加金钟奖 然后也非常感谢走在红坛上 有这么多包容我的观众 谢谢